阿羅哈的全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 一樣會跟大家聊一個 很好玩的話題好不好 因為哲平剛剛就是 因為現在半夜了嘛 哲平剛剛騎車回來的時候發現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也沒有很好玩啦 我就是拆點跟大家掰掰好不好 這個晚上9點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喔 然後今天的話 本帳我們就先看一下 有什麼一些可以跟大家介紹喔 那攻略關卡的好幫手期間限定攻略應援禮包 喔你們會買嗎 也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喔 因為目前來說 我自己個人覺得最划算的禮包應該還是 會員的那個禮包啦 就是你可以有加速阿或幹嘛的 那個基本上他只是給你各5個加速的道具 我覺得就還好喔 不過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很需要貓咪罐頭阿 或是這個貓咪轉戰券的話 是可以來買一張 其實還好就是430塊而已喔 這個我覺得就還好 我自己個人是不會買啦 這個官方會不會罵我 哈哈 我覺得其實 正要幫助官方的話就是 每個月的那個會員給他買起來 其實就還蠻夠的喔 我就覺得就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投資 大家也不用買那麼多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買罐頭的話 可以等那個就是有那個活動的時候買那個 777罐頭阿 或是有那個送那個白金券那些就是最棒的 那個是超級無敵推薦的喔 那個絕對是推薦給大家 好 那我們就先來打一下仙女作星系 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這邊的這個新的這個 12.6版本的這個 不死敵人啦 好像就沒有出現新的 就只有我們這個那個什麽 就只有我們那個 欸 嗯啊 螞蟻跟就是那個不死的那個 燈籠魚喔 那就是我們之前就看過了 所以這一次的話我覺得大概比較麻煩的這個 不死的這個 那個 露青阿 就是我們這個宇宙篇阿 大概最麻煩大概就只有那個 只有我們的初級條件限制而已 因為他就是 限制你15隻嘛 確實頂尷尬的喔 有沒有 尤其是你打不死敵人的時候 真的就是最怕的就是 你的角色都在前面 然後你後面 已經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出了 然後他們這些專地板把你弄死了 哇 居然是異星西瓜皮皮皮 好 沒關係我們這邊就是盡量出喔 然後我們現在有白屋過應該就蠻穩的 然後最近基本上我們那個什麽阿 就是 中火效果阿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是可以就是 淨淨淨 去多多留言啦 然後 我看到還是會慢慢吸收新知啦 像最近的話我就看到就是 大家都說誒 詛咒效果喔 其實除了就是 擋那個暫停阿 跟緩速阿 他其實 還會消滅你的就是那個 大坦克 所以我之前帶那個 八戒大家就有講說就是沒有用 這個 我盡量會讓自己吸收 我們下一次遇到那個 古代種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就是 不再帶一些什麽坦克了 就先帶一些詛咒他們的就對了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打一些 大傷害 誒 那這什麽阿 就是 是什麽 連那種大傷害或是那種就是超耐打那些都會被消掉嗎 如果都會被消掉的話 那好像也不一定要帶什麽二人組對不對 那其實帶二人組的話 如果他沒有就是弄到我們詛咒效果的話 好像 那還是蠻好的啦 就是至少還是可以就是 揮到一下 揮到一下還算賺這樣子 其實我都會這樣覺得 那搞不好不是那樣運作的 大家可以都可以再跟哲民分享一下 不然就是在下面留言給觀眾啦 因為我覺得就是 大家可以把我們就是那個影片下面當一個留言板 好不好 就是告訴大家就是 這關卡你們大概會怎麽樣打 然後有什麽一些建議 因為我基本上我的關卡只要打過的話 我就比較不會再在意了 好 重複生活中就回到仙女做星系啦 沒有問題 然後就就沒了 好來看一下今天有沒有什麽好關卡可以啪啪 大魔王貓蛋回來囉各位 那個 完全沒問題 我們之前已經打過了喔 這個ok 裡面超多那個古代種 我真是厲害啊 然後大狂亂貓咪 好啦來 我們是海洋貓咪 深海的另外一頭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對 七個問號 這可能就是最後一關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這個12.06版本的這個 新的這個裡面啦 就是我們這個 深海貓咪的這個區域 新生物大概就是我們那隻什麽 就是 哇靠 這關感覺來勢兇兇喔 這感覺真的有可能是最後一關 就是我們這次新生物就是我們那隻那個 那個綿氧 綿氧了啦 哇海蝶 海蝶我應該是撐得住吧 媽 把 媽 我覺得就算我撐不住我的那個誰 康康五貓應該也可以 因為康康五貓是可以讓那個異星動 戰士 緩速的吧 哇居然是海蝶耶 沒想到海蝶在這邊還有什麽戲份耶各位 喔來囉 俘羅 還有這個姆特貓 我們直接弄死 哇雙海蝶 雙海蝶我們之前好像就有遇過 遇過對不對 好像也還好 沒什麽可怕 是嗎 我不知道耶 這什麽 就是雙海蝶來襲然後會不會還有一個小海蝶之類的 有喔我們先把那個誰啊 先把一個那個 異星人或是什麽先打死 這關 確實有機會成為這個 這個章節的這個最後好不好 靈傳奇最終回 雙海蝶出擊 我忘記他們有沒有一起出擊過了耶 不會沒有啊 搞不好沒有 我的天 這關我覺得這個CyberX 恐成這個最大敵手各位 CyberX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 只要把那個啊 打到這個無風地帶 我們應該就OK了 哇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什麽 天使海踏 這個也是很兇狠 然後我們這邊如果真的打不贏的話 應該可以帶個那個 拉麵王應該就會更好打一點點 哇腰了個咻 每次好像只要開加速都會蠻可怕的 完了我覺得今天這次帶佛羅 好像就不是什麽好消息了 因為佛羅直接被這個海蝶 克星了 誰是佛羅克星 雙海蝶各位 那這海蝶不知道算不算漂浮敵人耶 應該也可以算嘛對不對 來來來 走起走起 走起 拜託了 拜託你了 這關我覺得真的是 多了一個天使就很麻煩 因為原本康康五毛就蠻夠的 不過後面都沒有CyberX 應該繼續撐住就好了 反正進到無風地帶 這海蝶 也不算什麽咖啦各位 哇 但是還是 還是得繼續努力 拜託了 很難耶 喔 要咻要咻要咻 走起 進到這個領域 不是 他們好像一個打比較近對不對 一個打比較近 一個打比較遠 對 有一個 哇靠 他們其實 兩個也是好搭檔耶 一個打比較近 一個打比較遠耶 不過那個天使先死了 換個異星了喔 準備接招 沒問題 升凱的另外一頭 但我覺得最大麻煩真的還是天使海踏 硬個邦邦欸我的天 好 沒問題 結束 這會不會就是最後一關呢 還是還有呢 看一下 好 取得了羽毛Z跟宇宙10Z 最後一關了 好 各位 又沒東西打 又到了沒東西打環節啦各位 我每次好像都打蠻快的 不過就是這樣子啦 還好我們就等待下一個東西 不過現在目前我們還有一個新東西啦 就是那個 我們的布死關卡 但是布死關卡真的就是 要等待一段時間 還是他趕快開那個啦 就是開地底的那個生物 好 沒了 然後我們最近基本上這個卡池 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怪物萌羊隊跟這個 鋼鐵的這個戰團 那剛才戰團我記得就是上次那個空中 周遊異團抓打隊我抽完之後 我好像叫 舊也畢業了對不對 還是那個 我看一下喔 這個的操船是什麼啊 這隻的操船騎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是什麼無敵艦隊嗎 這是我是不是還沒有啊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這個 古代戰艦的這個傳說西遊 我好像還沒有抽到耶 但傳說西遊其實還算是 蠻難去搞出來的 就是比那個 比藍眼鏡好像更難搞 然後這隻的傳說西遊的話 好像是那個 他好像沒有傳說西遊是不是 對他沒有 有啦他傳說西遊是七歲歲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幻影加持暗女神貝卡 我也有抽到 所以就算是這邊也都是畢業的囉 完全沒問題 其實畢業的話也還算是蠻好的啦 就是我們那個地底洞窟 你就有很多的貓貓可以被 鎖在裡面 你就不會這麼的辛苦 就至少有很多貓貓可以打 所以每次都可以打到那個 100層裡面喔 然後100層就可以看到一些 現東西 不知道他下一次會更新100層之後啦 好不好 好啦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零傳奇又打完了 好不好 因為我沒東西打了 最近要跟大家聊一些屁天了 還是我們要來看一下有沒有一些 新的一些 東西可以看 還是有什麼東西可以玩 要不要來做一些傻事 不過因為我們晚上9點的話 都還是會繼續打我們這個 真傳奇的環節啦 那我們這個5點半就是看一下有沒有一些 新東西的更新 又或者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些就是 比較趣味的東西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即時廣益一下好不好 還是要把我們之前那個 沒有弄完了那個貓咪圖鑑完 不過貓巾圖鑑我可以留在這個 這個月的月底 因為這個月的月底的話 我們要 這邊要去日本了好不好 這邊的話要提前先 錄一些影片啦好不好 這邊的話可以再請大家 見諒一下 又是幹話一羅康環節 不然叫貓上趕快出一個新章節 拜託拜託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目前來說我們這個零傳奇關卡 你們覺得哪一關最難呢 我覺得目前來說真的 哪一個啊 現在看起來好像 好像這個花園滿的吧 這關因為這關 他會一直傳嘛 然後你要用那個 惡魔族來打好像比較偏難一點點 這個 深海的另外一桶好像還好 這個啦白癡喔 水下洞窟探險啦 因為他要用那個 貓砲跟那個巨益技來打 要不然確實是真的底麻煩了 那你們這次的這個零傳奇有沒有順利打過呢 跟你們分享一下你們用什麼隊伍囉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下部影片見囉 大家掰不嚕